大家好,我是蒙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的离开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他是不是真想退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的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我知道,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挟过来不就行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在我心里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你们见面见过大街上 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爷爷爷爷爷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爷爷给你买 爷爷爷 我要吃这些最最最最红的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正的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你真好 哎呀,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一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正大糖葫芦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葫芦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把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了 看我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 摩恩啊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中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图舞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 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 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擅长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 我说,哎,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我心里面 足球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杨哥,来,杨哥 杨哥有的意思 杨哥,稳住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偏偏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但是话已经赶在那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哎,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 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都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说放下 然后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正中间坐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得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更讨厌 他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子的二号线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号了 地铁来的时候 说这是什么呀 国际号吗 我说你们俩这坐地铁回哪儿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 回到现实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我爱 diye 我恋 我又不剩下 在这打